就在昨天晚上又有一则最新的消息 说湖南官员群发短信称 衡阳县的副县长受贿乱搞男女关系 发信人是衡阳县地税局的副局长 经媒体证实这条短信是出现在11月底 前几天了 矛头直指后来当选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王鹏 当时当地不少官员和人大代表都收到了这样的短信 当地纪委表示正在调查短信的事件 而网传的举报人被刑拘这件事情是子虚乌有 那么这件事情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我觉得真相如何早晚会水落石出